MicroLED即將大降價 面板窗戶要發威了嗎? 開始蠢蠢欲動囉 10萬有你 20萬也不是問題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Kathy 讓我們歡迎萬象科老師 哈囉大家好 根據研究顯示 MicroLED即將在2027年大降價 那面板股的後市要怎麼看呢? 我們來看新聞 今天直接看新聞 講說什麼2027年成本大降價 大降價是降多少? 降得超級誇張 降到哪裡? 降到1 4的價錢 那到時候大家我相信 去買一些像這種大型的這種電視啊 或是 反正基本上所有的尺寸都在做降價 待會來看就知道 未來大家去買去採購這些東西都會變便宜 包括什麼現在車用電動車是不是上面全部都需要面板 對 所以其實這用量非常大 降價對消費者來講是一個好事情 而且呢 其實這個整體的這個業績上揚 那個也可以帶動這個 他們的股價上漲 那到底降價降多少? 你看目前 10吋到10.1吋到14.6吋的價格是 5800美元到1萬美元 很貴對不對? 很誇張 但是之後要降到哪裡? 之後你看這邊都把他列出來 5800元 12吋是8000元 14.6吋是1萬 到2027年要降到哪裡? 10.1吋的這個面板 MicroLED的面板降到哪裡? 1277元 哇是不是降很多? 對啊 所以你現在買電視可能以後就是四分之一的價錢 或是買一些這個電子產品可能有面板的產品 可能未來這個都是 都剩下四分之一的價格而已 所以 非常的便宜 到時候 我相信會帶動大家這個買氣提升 然後你看12.1吋也降到1800 然後這個降也降很誇張 14.6吋直接降到2400 反正是1萬塊對不對 所以 到底未來 到底會降多少 就拭目以待 2027年還有一陣子 沒有那麼快 那但是這個 我們之前有沒有跟大家報告說 這個我們現在講這個群創的部分 當時有沒有跟大家講 有 講說要 7月25號的時候 對這是上禮拜的事情 只是當時大家不關注這個股票 然後呢我們講什麼AI漲多有最高空險 現在AI是不是 開始回檔了 然後呢 當時有推薦大家群創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群創這場股票 你不要想說他跟AI一樣 他為什麼漲個三倍五倍 群創這種面板股不會 這種是比較牛皮的股 所以他 他漲的是慢慢漲 所以不會像AI那麼的瘋狂 好那來看一下現在群創在哪裡 漲到17.3 今天我們看一下當時在哪裡 15塊多對不對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漲兩塊多他還可以啦 而且群創現在是創了15個月以來新高 對啊 他從哪裡開始盤整 2022年4月份開始盤整 很久了 2022年是為什麼跌 因為這個俄污戰爭嘛 然後整個景氣開始 開始這個 開始這個不好對不對 然後呢 大家就覺得說 哇這個 美國的升息又開始了 接下來你會看到說 所有的股票都在跌 群創他也跑不掉 那在下面盤整 就在這個地方 盤整非常久 那他已經跌到快要10塊錢 13 13塊 再跌要跌哪裡去 跌到下市 變雞蛋水膠股 不太可能對不對 所以這邊已經是很大的一個底部了 就在這邊做盤整 然後呢 你看到其實6月份有拉一次 然後在上面再整理一下 然後我們這個上禮拜要跟大家講對不對 7月25號啦 然後呢你看他現在漲上來 他雖然不會像這個AI股漲那麼兇猛 但是他就是慢慢的漲慢慢的漲 還有機會再漲 那其實 可以看得出來大戶在這邊有佈局 6月份就開始佈局 這邊幾檔 非常多 40萬張的成交 這不是小數目 然後呢7月份也有將近20幾萬張 快要30萬張 所以都是很多人啊 其實慢慢的這些 大型的機構開始把錢轉到這邊來 然後可能會帶動一波走勢 再來看 再來友達 友達的部分 他一樣是怎麼樣 其實格局都一樣 面板股格局不會差太多 2012年4月份 也是從下面開始盤整 但是 他這一波拉上來才剛 頂到這個盤整區的上緣 回去看一下群創 群創是已經在6月份的時候就已經突破這盤整區 所以群創其實走勢稍微強一點 那友達到前幾天到上個禮拜才開始正式上做突破 那突破之後呢 他不會一直飆一直飆一直飆 面板股不會 所以他就休息一下回檔休息確認一下 然後還有機會現在就是回檔可能是一個買點的出現 有機會再繼續往上做上攻 最後給大家看這個是負財 負財的部分 其實 負財的部分就是盤整區 他一樣是疊下來之後在這個地方做盤整 他還沒有到盤整區 但是有沒有機會繼續攻 那其實面板股都還是 他是一個族群性的 都有機會持續的帶動 那你一看到他其實在這個7月份在下面 有稍微有一個小小的小小的這個像類似像W的這個 形態出現 那整體的盤整區其實都還沒有做突破 所以現在負財是 比較便宜 但是他走勢稍微弱一點 如果你說你要買比較強的個股 那你就去買群創好不好 那你說 你想要買比較落後的個股 那你就去買這個友達跟這個負財 所以基本上其實慢慢都會往上做上漲 尤其是AI 開始做這個退燒 開始退燒之後會怎麼樣 資金會轉到其他地方 大家可以去找像這樣子盤整個股 謝謝旺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最新的財經消息 記得加入老社群組喔 那財經即時通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רך часто是最新的財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